现在去东京旅游已经不会去东京铁塔 因为实在太老土 不过称等等 东京铁塔代表东京 甚至是日本的其中一个象征 在译剧第一集介绍故事舞台在东京的时候 会以直升机在高空拍摄东京铁塔来作说明 太过切身 看得太多 欠缺新鲜感 就不会萌生亲身到访的意欲 所立在首都东京的红白铁塔 本来的主要目的 并不是被游客和去东京旅行学生们作参观 而是将日本带到一个新时代 作为一个重要基础建设 《追深日本》今集是超文化系列 主角以18个月超短时间落成的电波塔 东京铁塔 阿立在首都的中心部 为东京都和轮近院传送电波 将以电视为主的娱乐 带到每家每户 创造了一个新时代 就YouTube和Netflix等 网上影片播放服务普及 电视已逐渐租人们离弃 肆意细役 停止了传送电视电波的东京铁塔 已经踏上了另一条前路 继续为东京带来光芒 现在东京铁塔已经失去了原本的职责 当初是为了将电视广播的电波 更有效地传送到不单止东京都内 还要顾及轮近地方 例如企育园、荔木园、群马园、山梨园、静岗园、千叶园、磁城园 服务范围以东京为中心 半径100公里 覆盖大部分的关东 所以阿立在东京港区 殡崇丁和六本木之间的铁塔 不只是属于东京 而是属于整个关东 任务重大 有关东京铁塔人来龙去墨 不如边行边港 不少人到访的时候 会搭地下铁去到赤羽桥站 或者神谷丁站 然后走去目的地 今次我想从远处欣赏铁塔的美态 由JR奔崇丁站出发 途中会经过德川将军菩提子的曾相指 东京铁塔这个名称 是在落成不是多久之前改的绝号 正式名称是日本电波塔 于1958年12月23日落成 已经有六十多年历史 见证了整个以电视为中心生活文化的时代 在铁塔落成之前五年多 日本已经开始了电视广播 1953年2月1日 NHK在东京开始播放 当时每日只是广播四个小时左右 NHK是公营电视台 然后同一年民营电视台 日本电视台联邦TV 于8月28日开始服务 在东京铁塔落成之前 已经投入服务的这两个电视台 如何发送电波 而铁塔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 当时NHK东京和日本电视台有自家的电波塔 NHK的是千代田 而日本电视台的是曲丁 两个电视台已经顺利开始当时围缓时代的新服务 就算没有东京铁塔 也没有很大问题 在电视广播黎明期 而且站在各个电视台各自的立场来看 当然没什么大问题 不过要想想日后的发展 其他企业已经虎视眈眈 想参加新事业在市场里分一杯羹 例如富士电视台 朝日电视台前身的日本教育电视 还有NHK教育台 已经打算开台 1950年代 电视仍是昂贵的家庭电器 并非每家每户都可以负担购买一部 NHK开台的时候 全国只有866部 家里面有电视的 平时都会盖上白色雷屎的小布 珍贵宝馆 没有电视的家庭 就会去到附近的食店 去到夜晚 围住放得高高的电视旁边 欣赏力道餐和爱国书交手的比拼 到了1955年 TBS的前身 Radio东径统一服务 东径有三家电视台提供服务 关东一带的电视数目 升至十万四千部 需求一亿增加 在这个环境之下 各电视台各自兴建自家的电波塔 占用地方之外也欠缺效率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 电波要传送得更远 就要在不同地方兴建高高的电波塔 当时NHK日本电视台 TBS已经有自家的电波塔 高大概160米 如国家电视台 轻建电波塔 更会影响东京的景观 亦和上一集介绍航空有关 高塔影响飞机航行 行政和商界都要想办法 如何顺利乘着电视广播事业 发展的潮流来解决问题 轻建一座更高的综合电波塔 是一个容易想到的办法 不过各家电视台 各有自己的如意算盘 而且要兴建比160米更高的电波塔 技术上未必可行 日本首个综合电波塔 明古屋电视塔 于1954年落成 高180米 在东京的势力版图不同 要模仿明古屋的做法 并没有这么简单 就电视广播业发展 与国家利益挂上紧密关系 管理相关业务的高级官僚 又政省电波监理局局长 奔田成德改变了历史 奔田在东京大学前身的 东京帝国大学主修电子工学 之后入职东芝 又做东北大学工学部教授 是学者和教职人员 在业界打响了名堂 政府尚识他的才华和业界地位 邀请他加入行政 时期刚好就是 东京电波塔问题出现的 1955年6月左右 奔田性格奔放 要达成目的就不会客气 当时已经预计电视行业的发展 拍摄用的录影机会不断变得小巧 播放也会由黑白转为彩色 当然也赞同将关东一带的电视塔统一 有助业界发展 再有没多久的奔田赞文 希望将六个电视台的电波塔统一 电波塔兼建在九段下旁边的北支远公园 高度为五百米 塔上有寥望台 以单轨列车折驳于田的国际机场 这是一个梦想 亦是给战败后日本人一个正面的信息 在太平洋战争里 东京中美军大凶集 其中浅草等等旺区 都变为朝土 体无缘夫 有如电影 Always 三丁目的夕阳里描写重建中的东京 舞台背景就是1958年 正正就是东京铁塔落成的年份 有了这座高高的铁塔 给予人们继续努力奋斗的远动力 人们心中都希望重建东京 在1956年由政省共收到五六个综合电波塔计划 全部都是将综合电波塔兴建在自己公司里面 即是希望自己公司拥有领导地位 但奔田都不接受 并且提出两大具体大原则 一就是团结一致发展电视事业 而不是利用机会将利益居为己有 二就是可以覆盖关东一带 在约半径100公里的范围 如果要实现的话 就要兴建比以往160米更高的电波塔 这个几乎就是奔田赞文的内容 就是他的梦想 腰章已经投入服务中三个电视台 还有申请牌照中另外三个电视台的电波 传送到100公里之外 以技术要求来说 铁塔高度已达300米以上 可能比世界著名高320米的艾菲尔铁塔还要高 大部分人都觉得不切实际 因为从来没有兴建高过300米的铁塔 在这个时候又出现另一位大人物 前田狗吉 很多人都会叫他做前狗 前狗对综合电波塔计划充满好奇 他在21岁的时候 帮忙经营妈妈的报纸贩卖店 最后竟然创刊了南大阪新闻 成为新闻社 在战争之后 成为产业经济新闻和大阪新闻的社长 产业经济新闻 即是现在的产经新闻 在日本报纸行业中占重要地位 前狗当选参议院议员 还兴建了东京产经汇馆 即是现在的东京产经大厦 在JL东京火车站附近高地价商业区里面 说到这里 对日本商界和传媒有认识的观众应该察觉 现在的富士电视台和产经新闻 都是同属于富士产经集团 日本的电视台 收音机电台 报纸的关系 既有趣 也充满权力斗争的血声 有机会看看这些 渐渐租时代淘汰传媒行业的演变 动式经济发展的前狗 已经在大阪申请了电视台牌照 这间电视台 就是现在的关西电视台 他还有一个梦想 希望在东京兴建一座综合电波塔 不过要兴建史无前例高300米以上的铁塔 还要抵受地震和台风 正界的崩田 还有商界的前狗 合力都未必有胜算 转一转场景 来到我住的京都 在JL京都站 转成近铁京都线的话 搭一个站来到东寺 东寺是世界遗产之一 原本名称是真延宗总本山 教皇护国寺 藏建于796年 历史超过1200年 寺里面有一座国宝的五重塔 在寺的远处已经可以找到 日详都获视为京都象征之一 最初建立在九世纪末 经过多次火灾和落雷 现在是第五代 由德川第三代将军 架光于1644年重建 高到57米 九世纪是否有高57米 难以考究 但现存的建在300年之前 用木材可以兴建 到现在为止仍然是日本最高的木造建筑 实在不可以看少古人的建筑技术和野心 上一章介绍过的前九 他每次去京都看到东寺的五重塔 令他深信过了300年的现代 要兴建300米高的铁塔 并不是不可能 由前九印度达成了团结一致 发展电视事业 1957年5月8日 成立了为建设和营运综合电视塔的公司 日本电波塔珠色会社 由前九担任社长一职 业界多位人物参与 有日本放送的会长 文化放送的会长 东影社长 重续社长 东宝社长 东宝社长 东急社长 在计划中预计六个电视台会加入 不过中途第二开始电视播放的日本电视台宣布退出 官方原因为达不到预期的经济效益 和对分配电线上有不满 亦有人认为其实是日本电视台的创办人正力从泰郎 作为较早办电视广播 和经营另一份报纸独卖新闻 不满后期和生意上的对头前九 就不团结一致 后来到了七十年代 正力从泰郎死了之后 日本电视台就加入了东京铁塔 生意 感情 尊专业不容易完全画分界线 公司已经成立 亦有了伙伴 之后就要准备用地 这次到访选了由奔重町出发 中途会经过增上址 通过之后就到达目的地 其实东京铁塔厄立的位置 本来就是增上址的一部分 与浅草址和上野公园里的宽永址情况差不多 寺院的范围很大 在明治维生时 增上址的一部分用地 租政府指定为公园 成为支公园 另外还有部分用地作为出售 前九利用人脈 收购了增上址出售的部分用地 大概有二万一千平方米 而且地理位置甚佳 位于东京都的中心部 用来传送电波最适合 亦和国家电视台距离不太远 来到走去地下铁神谷丁站途中的马路口 看看地形实在复杂无比 斜坡急上急落 再走去另一边的马路 亦可以看到斜坡角度刁转 由于公司 参与伙伴 还有用地 不过还欠缺一个重要角色 谁来设计前所未有的三百米高铁塔 还要在这块斜坡用地上兴建 难度更高? 要兴建史无前例的铁塔 负责设计的在日本其实只有一个人称职 就是祖渡田大学理工学部的内藤多众教授 擅长建筑构造学 更加是内藤构造的权威 他在东京帝国大学工科大学 收读建筑学的时候 接触到内藤构造学 发授心血来确立内藤构造理论 和内藤设计 在学期间他去美国留学一年 他用的行李箱受强力碰撞也不变形 令他得到灵感如何加强建筑构造 并且发展到内藤构造 理论上完美 而且他所设计的建筑物 受到关东大地震的考验 并且真的抵受到大地震的冲击 无堵塔 例如有银座的歌舞记作剧场 地震里面其他建筑物大部分都堵塔 在实践上也有了成绩 要针对内藤设计的建筑 都会首选内藤多众教授 而且他还在早期参与设计铁塔 例如1925年NHK前身 在芝爱荡山高45位收音机电台的电视塔 在他的生涯里面 总共设计了大约60座收音机电台的电波塔 还有4座电视广播用的电波塔 在东京铁塔之前落成的名古屋电视塔 就是他的首不知一 刚才讲述了为了团结一致兴建综合电波塔 共事在1957年5月成立 之后又收购用地 前九充满信心向前走 原来在那一年的年头 已经找了内藤教授 跟他说要兴建匹敌艾菲尔铁塔的综合电波塔 内藤教授一口就答应了 当时他已经70岁 并且有设计多个铁塔的经验 有1954年的名古屋电视塔 1956年第二代通天国 1957年的别府塔 还有扎房电视塔 内藤教授担任设计 在自己家里设立了专用的办公室 和祖道田大学的学生们共聚一室合力设计 另外和日建设计公务珠色会社共同设计 由足中公务店施工 前九向内藤教授提出三大条件 第一是世界最高的电视塔 第二是以最短工期完成 第三是控制成本 要用什么方法就不会过问 内藤教授最初参考西德史特加高216米的电视塔 如果采用相同的钢筋运营土构造 化工时而且成本上涨 再加上以当时的技术 要抵受地震和强风的话 结果只成了一个答案 就是铁塔 另外还有三个仔细的设计条件 第一是要高380米 铁塔本身高300米 再加上长80米的天线 第二是途中要设置两个导望台 第三是在塔底部建设五层高的科学馆 紫外的都交给设计者决定 实际在现在的东京铁塔 以上三个条件中只达成两个 做不到的是高度由380米 属少去到333米 各种未知数令塔博士的内藤教授 失去了预算 东京铁塔有一种令人沉迷的魅力 擅长建筑构造的内藤教授 以为以力学角度来设计铁塔骨架 是最自然最不浪费 这个精神完全反映到现在的完成品之上 由高空垂直向下望 会察觉铁塔呈正方形 四支塔脚就位于正方形的四个角落 正方形每边长80米 以优美的曲线向上发展 就像以前介绍以曲线著名和本性的石环一样 要抵抗地震和强风 自然就会成为这个姿态 在落成某类后 不断有人认为 东京铁塔抄袭是1889年落成的艾菲尔铁塔 但实际上各有不同 留意一下构造 就会容易找到明显的分别 来藤教授都忍不住反驳 见到外国人的时候 究竟是来自哪个国家 根本难以分辨 就像这个情况 黎明期的电视广播事业发展急速 当初定下的其中一个条件 铁塔高380米 经过实际计算后 发觉要用上大量铁骨 令成本高涨 三个条件互相发生矛盾 铁塔的最大目的 是提供电视台的电波 规格上天线要有80米长 这一点不妥协 天线要保持稳定 才可以保证电波质素 遇到强风时天线遥动 尽可能控制摇摆角度 在1.5度之内 这样只可以在塔身上作改动 经过重新计算后 得出答案是天线保持80米长不变 而塔身缩少至253米 合共333米 在会议中得到同意后 就要将所有精密计算重新做一次 请记住当时在1950年代 还未有电脑 甚至连计数机都还未面计 日本第一部计数机在1964年发售 是铁塔落成之后的6年 内藤教授的团队重新计算 之后也要重新绘制途则 到了最后阶段 设计人员去到热海作最后冲刺 也许这一个是日本人的文化 想起NHK的纪录片里面 都可以看到《鸣野寿明》 制作《新世纪福音战士》剧场版最后一集的时候 和制作团队混在热海的旅馆里面 以环境来强迫自己发力 最终在1957年7月15日完成所有途则 而在另一方在建筑地盘里面 已经开始了地基工程 大概半个月之前的6月29日工程已经动工 时间只有18个月 而艾菲尔铁塔就用了27个月来完成 四支塔脚下面 角打了8支直径2米长的桩 深入20米的地底 每条塔脚可以支撑4000吨重量 即是一支塔脚足以支撑整座铁塔 地基用了3个月时间 剩下的15个月全力踏上铁骨 建筑人员里面不少曾经参与名古屋电视塔的建设 充分发挥经验 有一点是没有预计到的 铁塔高度由380米减至333米 但塔脚的距离维持80米不变 这一点很奇怪 一般情况下减低高度的时候 塔脚的距离亦相应缩短 但最终设计没有了这个修正 原来在塔底要建建五层高的科学馆 就是预留了空间 塔脚的距离不可以改变 就要在另一个地方作修正 四支塔脚在地上40米的高度作连接 塔脚角度急速收势 这个修正有点勉强 在踏好四支塔脚要连接起来的时候 发觉铁骨的角度有点不差 未能顺利接合连接塔身 问题来自铁骨加工时出现少少不差 偏差了15厘米 最终将拉钉的位置微调来解决 这么大规模的建筑 只是出现15厘米的偏差 这个亦是整个工程里出现最大的问题 不过涂张一位出身于信州32岁的职人 由60米高多下丧命 1958年10月14日工程进入尾声 将天线最后的部分调上 顺利装嵌好 其余工程在12月23日寸布完成 结束了艰辛的18个月 在一楼排队买飞 记得20年前来的时候装修不同 现在比之前变得豪华 工作人员的制服也升级 近近在疫情前的2019年9月26日翻身开幕 塔上的两个疗望台也换然一身 一场来到当然要登上两个疗望台 看一看票价合共3000日圆 吓了一跳 原来之前的票价是2800日 只是加价加了200日圆 要登上高250米的高层疗望台 才是这个票价 只是去高150米的大疗望台 只要1200日圆 价格相差1400日圆 的确会犹豫一下 到访当日是2023年2月的星期日 已经迫爆了国内和海外的游客 想登上高层疗望台的话 要在买飞时预约 当初不是很理解如何运作 以为要去大疗望台都要等 其实在买飞之后 就可以随时登上大疗望台 买飞时选择的时段 是登上高层疗望台的入场时间 在大疗望台的专用电梯口之前排队就可以 行好我利用时间周围拍摄 没有浪费时间和外等 住在京都久了 已经不习惯大城市的运作 由地下先踏电梯上大疗望台 翻身之后第一次上来 感觉和以前很不同 加大了窗口 高度由100厘米加至210厘米 幅度由74厘米加至100厘米 果然窗外的景色变得更加美 我先去高层疗望台走了40分钟 回到大疗望台时已经有点累 不过登上不多 而且都满了 当然知道容易是不想游客逗留得太久 不过家庭和长者游客也不少 多些登上都没问题 外国游客要争取时间 必定不会长时间逗留在这里 而无所事事的公公婆婆 也不会专专用1200日来耽冷气耽暖气 在这里等候登上高层疗望台 过程有点古怪 旅职员好像导游那样开始讲解 其实要坐两次电梯才去到目的地 途中介绍东京铁塔的历史 转电梯的时候 又有职员和客人拍照留念 都是为了被客人等候的时候不会太苦闷 去到铁塔的上半步 地方都变得狹窄 电梯成为了樽颈位 这个问题确实无法解决 选择最后电梯的时候可以跳望风景 最感动的是可以看到铁骨的颜色 由橙红色变为白色 至到自己身处的高度 转栏之间已经去到250米高的高层瞭望台 这门一打开 外面的景色和刚才完全不同 只是差100米的高度 就有这么大的分别 站在这里就会理解2800英门票的价值 所以在这里逗留了超过30分钟 细心欣赏东京都的景色 还有留意上一集介绍过的羽田机场 看看升降飞机的航道 爷爷和孙女轮流用望远镜来看风景 这个时刻 用更多金钱也未必能得到 2011年东日本大震灾中 东京铁塔天线最高部分屈曲了 当时高634米的晴空塔差不多原工 于2012年2月29日落成 晴空塔代替东京铁塔 作为发放电视台和收音机电台电波的高塔 将会将大部分工作交给晴空塔的情况下 现在东京铁塔都不可以不收你屈曲了的天线 发放高清电视广播电波的职责 大部分在2013年交给晴空塔 现在东京铁塔只是发放两个收音机电台的电波 有TOKYO FM和INTA FM897 还有作为电视广播的后备 说如果晴空塔失去机能时代替担上任务 而战之后的1950年代 日本发生巨大转变 由战败后复兴的同时 佛技日新月异 50年代遇上韩战 刺激日本出口之外 战场里变成挥铁的坦克车 为东京铁塔带来大量建筑材料 另一方面 电视广播事业起飞 带动兴建综合电视电波塔的社会风气 晴空塔在2012年落成后 东京铁塔由电波塔变为旅游景点 2023年疫情过后 不透过大兴电波 直接将感动时光带给游客们 成为最大任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